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继续前进 做红传传人 要有为理想和信念拼搏奉献的精神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南湖湖新岛派 嘉兴军分区官兵面对党旗 面对红传宣誓 声音响彻湖派 在此次弘扬红传精神 争作红传传人活动中 嘉兴军分区组织首长机关 各县市、区、人务部干部职工 专务干部和民兵代表来到南湖湖畔 认真学习领会习主席 有关大力弘扬红传精神的 重要讲话精神 重温入党誓词 汲取前行力量 作为驻守红传所在地的官兵 在南湖革命纪念馆内 红传民兵连民兵周家 向官兵讲解当年一大有关情况时说 红传精神集中体现为开天辟地 但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坚定理想 百折不恼的奋斗精神 立党为功 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这种精神 是我们新时代民兵开拓创新的精神动力 通过瞻仰红传 到南湖革命纪念馆等地方学习教育 在回忆党的历史中 锤炼忠诚聘质 升华思想境界 引导官兵到红色历史中 去擦拭初心 寻找答案 官兵的思想在学习中升华 认识在讨论中提高 大家普遍反应 接受一次教育 净化一次灵魂 教育能否取得失效 首先要看问题 有没有找准 加兴军分区政委王会能告诉记者 为了搞好这次主题教育 军分区派出经验丰富的机关干部组成工作组 深入官兵中间进行思想调查 倾听官兵 职工 专务干部 机干民兵的心声 梳立出军分区党委机关 和基层官兵需要解决的问题 调研中 工作组的同志了解到 个别没有达到心理期望的干部 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 加兴军分区党委一般人 根据瓦沟分工下基层 组织各支部开展讨论辩析 在如何结合时代特点大力弘扬 洪传精神的讨论中 把道理讲清 把问题说透 从而将远的拉近 把虚的讲实 经过耐心细致的谈 新疏导 官兵心中的问号被拉直了 这次教育让我找到了原本丢失的人生坐标 也让我明白了今后的奋斗方向 一位干部在心得体会中这样写道 身为国动人 要清醒地标定在强军旗谱中的方位 有的官兵 身为军人 却当起了强军事业的看客 在主题教育集中授客辅导中 军分区司令员丁士夫 讲到军人的使命职责时 特意提高了声音 丁士夫的眼力释出有因 今年2月中旬 他到多个人武部调研 不少干部向他表达了想转业的想法 有的甚至是刚到人武部不久的交流干部 理由大都是 人武部人员减少 工作量增大 多重困难交集 不愿继续干下去了 军分区在深入调研中发现 不少官兵虽然身子跨进了新体制 但头脑里仍然是原来的思维模式和工作标准 对扛起52职能赋予的全新职责信心不足 身为国动人 如何标定自己在强军旗谱中的方位 为此 这个军分区把驱除思想上的拦路虎 作为开展主题教育的重要任务 通过聘请院校专家讲授强军战略 军分区领导分析发展形式 普通官兵分享履职感受等形式 讲清实现党的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是向滚石上山的事业 在结构调整 人员精简的大背景下继续留在部队 是职责所在 使命所系 结合当前正在进行的民兵训练 民兵干部比武等工作 他们开展投神国动事业自己差 什么 破除和平击毙应该做什么 等群众性大讨论 回望初心 扣问初心 往深处觉 往系礼刨 大家寻着行动表象剖析思想根由 为什么党性没有随着党灵增长 觉悟没有随着职位提升 不少人谈到 因为偏离了初心 忘了来时的路 致使个人欲望在精神世界的占比越来越大 思考的出发点 工作的坐标点 努力的目标点 大都围绕着自己的利益基点打转 强军事业需要一茬一茬的军人接续拼搏 不论身处哪个战位 都要承载时代赋予的使命和任务 这个军分区官兵在讨论中表示 要拿出承受苦累的坚韧 攻坚克南的勇意 甘于牺牲的奉献 为国防动员事业天专家 担当新使命 要时不我待提升能力短板 2016年初 军分区党委决定建筑嘉兴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信息资源 在同乡市人武部开战智慧国防试点建设 可观摩过后 大多数人武部没有下文 一些人武部干部说 到了人武部就是史上军旅生涯的下车点 于是 对于上级赋予的演训任务 被动应付完成的多 对于单位建设满足于安全 无事故的多 对于发展机遇袖手旁观 不愿担责的多 主题教育中 这个军分区再次组织官兵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关于把人民军队悬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论述 到2020年 还有不到三年的时间 我们的辖区国防动员信息化水平建设的怎么样 军分区领导的发问 问出了大家争想时间 奋力拼搏的紧迫感 为让教育从高处落到始处 从远处拉到近处 从里落回归现实 这个军分区分层分级 开展党委找和平击毙 单位找战力短板 个人找素质短板活动 供找出党委延战 被战紧迫感不够 单位国防动员能力与服务保障 打赢现代战争不相适应 个人延战恋战动力不足等26个问题 随后 军分区党委带头主动任令问题 拿出整改措施 承诺整改期限 他们从指挥国防建设入手 压实强军责任 根据区域实际 为个人五部明确了推进任务的实现和标准 担起了使命 扛起了职责 军分区下属的多个人五部 详细拟制了指挥国防建设实施方案 并进入施工期 适应新体制 履行新职能 担当新使命 需要什么样的能力素质 在这次教育中 他们抓紧充实每名官兵能力包 第一阶段的集中教育接近尾声 军分区官兵明显感受到 营院内练兵备战的气氛浓了 近日 这个军分区正在开展熟悉法规 熟悉敌情 熟悉佣兵等三熟悉活动 征客时间 官兵依据敌情构想 服案标图作业 客外时间 他们阅览相关材料 弥补自身不足 已是常见情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